托根爵士看着这位假冒充气鱼,像是在看一个小丑。 你有什么资格提条件?你又代表哪一方提条件?资格就凭我手中有刀。 山姆威尔说道,至于代表哪一方,我代表那些在这场叛乱和劫掠中死去的河湾平民,他们需要一个公道。 托根爵士皱了皱眉,但我们已经跟提利尔家族谈妥了条件。 你再加码不合适吧。 就在这时,一位铁民走了进来,道,我们已经撤出了高厅,现在放了我们的大王。 好,山姆威尔点头。 巴龙大王捂着肚子挣扎起身,还不忘回头给那个挟持自己的混蛋一个恶狠狠的眼神。 但下一秒,他的目光就凝固了。 因为一把尖刀直直地插入了他的后心。 你干什么? 铁民怒吼。 河湾人也一时哗然。 别让他跑去报信。 山姆威尔见那铁民要跑,立刻出声提醒。 门口的河湾骑士会议,当即将其拦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托根爵士质问。 但语气却并不怎么严厉,毕竟铁群岛的强盗们他也很讨厌,死了就死了。 只是觉得这个无面者在破坏规矩,才出声质问。 我说了,这是替惨死的河湾平民讨回公道。 山姆威尔给垂死挣扎的巴龙大王补了一刀,耸耸肩,淡然道,反正巴龙杀也杀了。 你现在与其在这儿对我大吵大闹,不如赶紧先将高庭的城门控制住,免得他们又杀回来。 托根爵士这回岛是从善如流,朝手下挥了挥手。 好了,现在让我离开。 山姆威尔将刀割在艾文夫人咽喉处,向外走去。 沿途的河湾人都纷纷让开道路。 高庭城外。 维克塔利昂问道,大伙都出来了吗? 都出来了,就剩巴龙陛下了。 维克塔利昂点点头,你去城堡里,将陛下接出来。 是。 手下刚走没多久,维克塔利昂就突然面色一变。 下一刻,他猛然趴在地面,将耳朵贴在地上。 隆隆的马蹄声已经隐约可闻。 河湾人不是说大军天亮才到吗? 该死? 被骗了? 卑鄙的河湾人。 维克塔利昂猛然从地上窜起。 快! 快去港口! 铁迷们似乎也感受到了危险的逼近,纷纷撒腿就跑。 但没等他们跑出多远,北方的黑暗中就出现了一条火焰长蛇。 马蹄声越来越清晰,仿佛死神的脚步在低近。 快走! 维克塔利昂声斯历劫的吼道。 曼德河就在眼前,只要逃到水上,他们就得救了。 可这短短的几英里却仿佛天人永隔般的遥远。 河湾铁骑终于杀到,高举着火把和长刀,带来鲜血和死亡。 此时山姆威尔一行人刚好来到城门口,城外的喊杀声让叛军再次紧张起来。 托根爵士按住维拉斯的肩膀,质问道。 怎么回事? 不是谈妥了条件吗? 应该是河湾军的先锋撞上了铁民。 维拉斯还是很淡定,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 您可以派使者去告知大军,免得引起误会。 托根爵士文言松了口气,便派人去城外送信了。 至于那些倒霉的铁民,他才懒得去管。 被屠杀光了才好。 这是他们劫掠河湾的代价。 眼见城门缓缓打开,托根爵士看向那位无面者,道。 好了,放了艾文夫人吧,你可以离开了。 山姆威尔露出微笑,道。 托根爵士,您真是一个聪明人。 这次能和平解决内乱危机,您功不可没。 所以,临走前,我想送您一份礼物。 什么礼物? 托根爵士还挺好奇,但下一秒,他的目光就凝固了。 因为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假冒充气于竟然割开了艾文夫人的喉咙。 这便是背叛的代价。 沙姆威尔拎着带血的刀,淡淡道,说完,就一闪身冲向了城外,瞬间消失在了黑暗中。 鲜血喷涌而出,艾文夫人努力伸手去武,却无济于事。 徒劳地喘息几声,他便如墨谷的鱼般滑倒在地。 城门口安静了一刹那,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无面者居然还敢杀人。 下一刻,奥克赫特家族的人猛然爆发开来,咒骂声呵斥声汹涌而来。 托根大人,要不要追? 托根爵士却愣在了原地,似乎是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但其实,他是明白了刚才那人所谓的礼物是什么意思。 艾文夫人死了,又没有留下子嗣,那股相乘的继承权就到了托根的手里。 这确实是一份大礼。 就在这时,维拉斯连忙道,岳父大人,我们之前的协议依然有效, 请相信提利尔家族的信誉。 至于那人的所作所为,跟我们没有关系。 这声岳父叫得托根爵士心花怒放,这才点头。 好,但你必须承诺,不得再杀人了。 不会,绝对不会。 梅斯公爵也连忙嚷道,我们没有破坏和谈的意思,那人跟我们没关系。 好,托根爵士满意地点点头,却根本没有再提去追那个杀死艾文夫人的凶手。 城外的喊杀声越来越激烈,高亭以西北的方向上,充斥着火光,弥漫着血腥味。 时间在等待中一点一点过去,等到东方破晓,使者才再次返回,道。 蓝道伯爵同意您率军撤出高亭,他不会加以阻拦。 托根爵士这才松了口气,随即对维拉斯道。 好,好女婿,走吧,我们回谷向城。 好,维拉斯对此道是十分坦然。 接下来,叛军终于开始撤离高亭。 由于维拉斯还在他们手上,一路上也没有遭到任何阻拦和伏击。 等他们离开,蓝道伯爵率军入城,安抚人心,收拾局面。 山姆威尔也跟着军队进了城,他此时的伪装早就到了时间,已经变回了原本模样。 找到蓝道伯爵,山姆威尔询问了一下阻击铁民的情况。 初步统计来看,铁民昨夜在高亭城外丢下了近两千具尸体,可谓伤亡惨重。 但可惜,由于是夜晚,骑兵无法发挥全部实力,还是让不少铁民趁乱跑到了曼德河上。 山姆威尔也有些可惜。 如果此时清亭岛舰队在曼德河入海口以疫待劳,完全可以给予铁民重创, 至少能让今后十年里,铁群岛再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但他也清楚,雷德温家族可不会帮他们忙,不给添乱就不错了。 关键派克斯特伯爵还并没有实质性的背叛之举,恐怕还没法惩治对方。 当然,如果真要追究责任,清亭岛绝对不是无辜。 就看奥莲娜夫人愿不愿意对自己的娘家人下手了。 山姆威尔觉得这个可能性很低,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陆党。 马图斯、罗婉伯爵道, 山姆威尔怂怂肩,可陆党手里有维拉斯、提利尔呀。 而且,奥莲娜夫人也未必愿意让马党在河湾一家独大。 我们不能指望提利尔家族。 兰道伯爵道,他们想要的是平衡,所以,除非彻底撕破脸, 否则我们无法在提利尔家族的偏袒下彻底击垮、路党。 唯一的办法就是引入外部力量,比如风暴地。 山姆威尔明白父亲的意思,点头道, 我会尽快返回风吸堡,争取在两年内彻底掌控风暴地。 到那时候,我们再来跟陆党算总账。 兰道伯爵汉首道, 不错,接下来两年,你必须着力发展自己的势力,是真正能被你掌控的势力。 河湾这边你不用太担心,马党还能稳住局面。 另外,还有多恩。 多恩,您是说那支现在多恩的风暴地军队吧? 没错,现在你是风暴的主人了,就该考虑怎么让马泰尔家族释放这支军队。 如果成功,能让你更快地赢得风暴的贵族的忠心。 山姆威尔点点头,心里却有些犯难。 道朗亲王上次已经提出条件了,是要他娶亚连恩公主那个麻烦精。 不知道能不能让对方换一个条件。 还有册封,马图斯伯爵也提醒道,你占领了风暴,但还需要一个名义。 山姆威尔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占领风暴之后,他的属性面板并没有出现变化,依然是鹰嘴羽字爵。 他记得前两次属性面板上爵位变化都是在接受高亭公爵的正式册封之后。 所以,这个面板不光是要占领城堡,还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头衔。 但问题是,他找不到人来册封自己为风暴公爵。 只有国王能册封公爵,但铁王座上的那位肯定不会给他册封。 至于另一位王,史坦尼斯,拜拉席恩,更不可能愿意将风暇宝册封给一个凯撒。 毕竟这可是拜拉席恩家族的老巢。 梅斯公爵可没有资格为另一位公爵册封,他顶多册封一个伯爵之位。 不过,伯爵就伯爵吧。 山姆威尔决定一步步来。 先看看伯爵爵位能加多少属性点。 至于顶着个风吸宝伯爵去统治风暴的会不会尴尬,山姆威尔倒不是很在意。 反正不肯臣服就打呗。 他征服风暴的又不是靠的头衔,而是军队和巨龙。 行,那我这就去找梅斯公爵。 山姆威尔出了门,询问了一番后,在主堡卧室找到了呼呼大睡的充气鱼。 看来是昨夜没睡好,正在不觉。 不得不说,有时候这位充气鱼心态挺好的。 山姆威尔将他叫醒,直言讨要策封。 梅斯公爵不敢拒绝,只能憋着一肚子起床弃签了一份册封令。 山姆威尔立刻便看到了属性面板上的变化。 爵位,伯爵,加石。 领地,风吸宝,鹰嘴语。 风尘,卢卡斯,戴恩,契曼,虎牙,卡图,虎牙,托德,佛花,加文,曼德,布雷尼,塔斯,布鲁斯,布克勒等57人。 力量,4.50,8.70。 敏捷,4.07,7.86。 精神,9.38。